这里有独具特色的乡村民宿 生财之道绝对出乎您的意料 这里有大片的领海 竹林深处到底蕴藏了什么宝贝 是什么原因 让城市白领 外国游客 纷纷变身民宿老板 那年是冬天 然后当时是下雪 对面满山的竹海上 竹梢上都挂满了白雪 这个场景太美了 今天的生财有道 带您走入浙江德青墨干山 墨干山是我国著名的避暑圣地之一 山巒连绵起伏 风景秀丽多姿 它虽不及太代的雄伟 华山的险峻 却以绿阴如海的修筑 清澈不洁的山泉 兴罗其部的别墅 四季各异的迷人风光 称秀于江南 在这个墨干山上呢 大大小小的民居民族 有很多间啊 就我打听了一下 像我这样的老玩家 我必须再打听 我一打听我发现呢 有一家档次比较高 而且环境比较优美 哪一家呢 就这儿 你看 这环境多好 这个 多漂亮 我喜欢 沈蒋荣 土生土长的墨干山人 经营民宿短短半年时间 生意却火得不得了 个别是到周末 更是一房难求 您是从哪里来啊 我们从杭州 杭州啊 开车过来的 对 多少时间过来 一小时 二十分钟吧 是带家里人一起来的 对对 您好 您是从哪里来啊 从杭州 也是开车过来是吧 对对 这还带着狗呢 对啊 带狗一起过来 他们带老婆 老婆不在 只能带狗了 七月八月份呢 基本上是 每个月都是买房的 天天买房 七月份的话 七月到八月份呢 每个月基本上 在四十万的营养额 近几年 浙江德青莫干山的 民宿经济发展迅速 拥有精品民宿七十多家 沈蒋荣的民宿 不是开的最早的 也不是规模最大的 它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呢 像您这房子都是原来自己的吗 还是怎么样呢 对 这个房子是我自己的宅基地 老宅 重新设计一下 重新装修了一下 就保持原先的风貌 就等于是现在这个墙面 这些柱子还能够看得出来 是原来老房子的结构 是的 我们所有的结构都是以原先的老房子 老宅经过改造 沈蒋荣说 原先他们家祖孙四代 一直都住在这个老宅子里 脚脚落落满是家的回忆 所以能不改动就不改动 尽可能地留存记忆中乡村的感觉 这些都是我自己以前生活用品 我把它保存下来 放在每一个角落 他用稻草和泥巴来胡墙 用后山竹林的毛猪丝盖良亭 用家里的农具来装饰整个屋子 这边有游泳池 那边有小的那个是温泉池 游泳池 温泉池 您刚才说还有地下的状态 对 我们还有地下一个地下室 地下活动的区域 你可能很难想象 在这样一个普通村庄里的民宿 配套设施如此齐备 除了有温泉池 游泳池 甚至还开辟出了一个地下活动室 小型酒吧 排球运动 一应俱全 让您在乡村的夜晚也不会寂寞 参观完周边环境 沈老板便带着天校上楼选择住处 您这钥匙都放在小川里 对 这是一个全景 我们面对的是墨关山 这边就是其实呢 这个看到景色就更开阔 对 有一个独立的大凉台 这个凉台就是一个观景台 对头 起来可以在这坐一会儿 阳光也好 空气也好 对对 不想在这坐 还可以上手上床的 床也不错 如今他把房顶开启了一扇天窗 就能把远山的翠竹景观引入房间 晚上还能看到星星 这正是他儿时躺在奶奶怀里 仰望星空的幸福回忆 除了房间设计上的独具匠心 沈蒋荣还有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身材之道 这里共有一 二 三 三间房在这一条走廊里 是吧 这三间房呢 大家能猜出出来有什么特色吗 这三间房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呢 它以前啊 是他们这个住家的猪圈 这个火房 后来呢 就把它改成了三间住房了 是不是这样 沈老板 怎么改造的 怎么把这个猪圈改成房间呢 以前这个 以前这个小窝啊 就是以前那个放柴火用的 还有养猪用的 因为现在这个民宿非常火嘛 我们把这个猪圈把它改成几个房间 然后一共改了三个房间 一共改了三个房间 也就是说 其实像原来这个浙江的 咱们这块的 比方说村里面的 这个大家的住宅 其实都是一层是猪圈 对对对 放柴火房的 对对对 基本都是猪圈 这可以进来了 可以看一下 哎呀 这么漂亮呢 在房间里头 你看 这谁能想得到啊 这里曾经是猪圈 也许猪就在这里吃食 不一定在什么地方 睡觉 但是现在呢 经过了改造之后呢 变成这么漂亮的一个房间了啊 这就是大家动脑筋的结果嘛 一改造 然后呢 这个收入可能就会 有一个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吧 这个房间现在卖多少钱啊 这个房间现在 880 880块钱 以前一头猪羊一年 能卖上880吗 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啊 所以你看这个致富嘛 把家动脑筋 然后呢 勤想办法 然后生活就会发生变化啊 哎太好了 这里在旺季的时候 一个月 可以承受两三万 一个月可以两三万 哎呀 那我哥以前 得想多少头猪才能挣回来啊 沈蒋荣的民宿 共有15间客房 价格从700元到2180元不等 价格 价格虽然不便宜 却很少有空房的时候 究其原因 沈蒋荣说 他原本只是想留存儿时的回忆 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老宅里的乡土气息 没想到 这些却成了游客们最看重的入住体验 除此之外 最吸引游客的还是墨干山优良的生态环境 墨干山植被覆盖率有92%至高 远远望去一片绿海 变山竹林 所谓靠山吃山 当地人的生活和这竹海息息相关 我跟老板说 这个午饭时间到了吧 老板说 对对午饭时间到了 我说那咱们今天中国能吃点什么呢 老板说 就把我带到这来了啊 带到这个竹林当中来 他说啊 他们这所有吃的都在这的 这就是他们的大食堂的后花园啊 咱们找什么呀 什么老板 找竹笋的 竹笋 对对对对 就给了我这么一把工具啊 这竹笋 要是找它的话 得怎么看 怎么找呢 你得教教我吧 有一个高的地方 你看就看 就在这里就有一个 你看到没有 啊 我也没看着呢 啊 这这么点啊 对对对 你可以把它挖开来就有 哦 对对 挖的时候怎么挖呢 这个挖的时候 把它周边 周边慢慢的挖开来 啊 这要爬开来 对 可能把它挖断了吧 找到它的底部 首先用刀将根部切掉 然后一手倒拿灯笋 一手用刀划开笋皮 注意掌握好力度 对 好 好 不要太深 就皮就可以 好的 把它皮包开 对对对对 离开 OK 对 这样非常不错 OK 对对对 好 终于利利索索成功一回啊 接下来有多年厨师经验的沈老板 要亲自下厨 烹制一道冬笋烧咸肉 首先把冬笋清洗干净 滚刀切成大块 然后把咸肉切块 在油热后放入咸肉煸炒 等咸肉煸出油时 放入冬笋 撒少许盐 倒入凉水 大火烧开 转中火 炖一个小时以上 才能出锅 咱们要干什么呀大哥 抓鸡 抓鸡啊 这些鸡叫竹林鸡 顾名思义就是在竹林里长大的鸡 和一般的鸡比起来 个头要小一些 关键问题吧 我觉得肯定得配合一下 凭我这个抓鸡很多年的经验 虽然我没抓着 但是我经验很丰富 是吧 各种工具我都用过呀 直接用手上去挠 扑的我也用过 由于长期在野外环境生长 动作灵活鸡民 要想抓住它们可不容易 抓鸡可能得有诀窍 我跟你说就是 你得先想象自己就是一只鸡 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全都跑出去了 没关门啊 抓住了 抓住了 抓住了一个 好 我跟你说啊 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 现在这个情形啊 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吧 这里头大概有20多只鸡 现在啊 当鸡卷里剩下最后一只鸡的时候 沈老板终于把它抓住了 老板你技术不错呀 整个鸡卷里已经一只鸡都没了 炖鸡汤时 佐料非常简单 只需要加入笋干 糖 料酒即可 由于竹林鸡专吃竹林里的虫子 草籽 再加以小米 豆腐等杂粮喂养 绿色无污染 营养价值很高 我是闻着味儿来的啊 你看这里边烟雾生酮 多好的气氛 然后还有各位大姐陪伴在我身边 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 各位美女大姐 这都做什么呢 这个是紫薯园子 做紫薯园子 那个是南瓜园子 南瓜园子 园子就是糕点呗 午饭时间 在后出忙活的大姐们 正在做的是墨干山的一种特色面食 奇异的造型 让天校大开眼界 呀这还能捏得这么漂亮呢 这捏得太有造型感了 你看看 这是怎么捏的 我都不敢拿起来 但是你看这个造型吧 它就很奇特 很抽象 大姐是玩艺术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园子呀 为什么要捏成这种形呢 我试一个 古代传来就是这样的 古代传来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手啊 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刚才已经洗到八遍了 都确实洗过了 所以各位不要担心 当然了 我捏完这个我自己吃 怎么捏的我看看 这样子 大姐捏的真的好 太好了 心灵手巧 你捏一个看 我捏一个看看 您做好这个被浪费了的准备 大姐这个造型非常酷 这边大姐搓 搓成圆形 这边大姐 就出来 大姐你看我这个怎么样 以后可以按我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非常 我这个造型 就是属于那个粗犯 狂野派 属于江南小桥流水派 这两个放在一起 这个就待会儿给我吃 在我国南方 一般将简单加工成 可以吃的圆形食物 统称为圆子 但是在浙江德青墨干山这里 圆子的模样 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在圆形的基础上 稍作加工 摇身一变 成了新模样 俗称捏一把 捏好后 上锅蒸大概20分钟 就可以起锅了 真亮 出锅了 出锅了 让我特别激动的时刻 然后一出锅 确实特别特别亮 为什么蒸完之后这么亮呢 反正它正好就这么亮了 正好就这么亮 大姐说多实在 正好它就这么亮 这两个是你做的 对 因为一看它就没有那么亮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做的 我拿给大家看看 你才这样好不好吃 你看 我给大家看 这是我做的 是吧 这个呢 我拿一个 人家做的 这个一比呢 这个马上就比出来 大姐做这个比较饱满 形状的 它比较有整体感 如果现在用行动汽车的造型呢 那就叫做这个流体雕塑感比较好 像我这个呢 这一看就是属于这个 它就是 好像就是 跑得太快了 它这形有点脱 脱离现实 但是我觉得呢 谁还嫌自己家孩子丑啊 你说是不是 我真是尝尝 还能呼吸到山里清新的空气 入住乡土气息浓郁的民宿 还能吃上当地最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 这也是沈老板的民宿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从杭州过来 过来是 过来来度个假 这里听说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安静 非常适合大家来 散散心啊 可以来沉思 可以来享受美食 我意思 电阵这里的美食有多好吃 我们全放光 这是几个人的份啊 应该三个人的份吧 我们两个人把它吃光 那个笋家不是当地的特产吗 然后都挺好的 然后这个鸡汤应该是土鸡吧 然后炖的也挺鲜的吧 其他这个鱼也烧得挺好的 其他运色菜都还不错 很多的客人都会评价非常的不错 第一他们来到周围感觉非常好 不过我们这边呢 最好的就是青山绿水空气 这几点 让很多的客人非常的满意 由于客房总是供不应求 他最近又跟别人合伙 租下了旁边的民居 城里面这个好地地段 价钱很贵了 我租的基本上是三万到四万一年 性战是基本上五万 有的是甚至六万 一直一直在开价 这个价格一年 主要的是它是一次性付的 三十年 你要租二十年的三十年 它是一次性付掉的 所以这个投资的成本 就越来越高了 在墨干山发展民宿之前 当地农民以茶叶 毛竹 笋干为主要创收来源 以老领村为例 以往年人均收入不到一万元 而现在 每户收入在七万到八万元不等 民宿的发展 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我们的房子住三十年 一共是五间 一百二十万 这样子 浙江德青的墨干山 以竹 泉 云和青 绿 净的环境著称 是都市人减压静心的好去处 要想领略山中美景 开车太快 走路太慢 您不妨像天校这样 租上一辆山地自行车 约几位骑行爱好者 沿着自行车绿道 一路骑行 慢慢品味墨干山的美 墨干山秀美的自然风光 和深厚的人文历史相映成趣 让很多慕名来旅游的都市白领 来了便不愿意离开 甚至辞去工作 扎根到这里做起了民宿 当时我们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 我们就站在这个平台上 那年是冬天 然后当时是下雪 对面满山的竹海上 竹梢上都挂满了白雪 这个场景太美了 上海的这个山水非常的平静 非常平静 再加上工作节奏快 然后平时压力大 对这种山水 未必是很大的山水 但是需要一个空间 一个氛围来释放平时的压力 这是核心的一个需求 小翔和莫涵是大乐之野的创始人 都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 后在上海的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 2013年冬季 他们结伴来到墨干山旅游时 被山里的景色深深吸引 觉得墨干山才是他们一直向往的诗意世界 于是很快就辞去了从事七年的规划院工作 到这里开启了民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有新成员加入 那我听说大家好像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吧 有不同的地方呢 都有哪儿来的 大家都可以说说呗 都发言自己都说自己来自哪儿呗 然后我是从香港过来的 哦 我里的浩洪洋 浩洪洋 你为什么不带在香港了 跑到这儿来了 我一直很好奇 被两位总的那个气质 不要这么关心 我会扣钱的 就是改变一下一个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就是香港的一个节奏跟面积的一个功能模式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想体验一下 年轻啊 想试试看 哦 那这个咖啡老板娘 那是不是应该舍弃最大的呀 以前的店都不要了 没有啊 不过快不要了 现在还开着呢 快不要了 是吧 我现在没太大的精力在馆那边 嗯 其实我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咖啡馆才是我想要的那种咖啡 咖啡馆的那个样子 不管是环境啊 还是我对一些咖啡的追求 都在这里可以实现 90后香港姑娘 海归同学 广东大厨 还有咖啡馆女主人 都是放弃城市生活 来墨干山工作生活 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 通过帮助其他投资人 设计施工 经营管理的方式 不断扩大经营规模 目前已拥有四栋别墅 一栋餐厅 外加一个咖啡馆 我们一年下来大概每栋楼啊 我算每栋楼 我现在有好几栋嘛 每栋楼每栋楼都能产生 大概一百多万的一个营业额 然后我们的这个收益率的话 其实也不太好讲 因为我们的团队人太多了 所以收益率相对低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一百多万里面 有百分之四十左右 能够转化成我们的一个收益 小翔和穆罕说 他们现在的收入不见得比原本在规划院工作时多 可他们觉得在这里能找到更有趣的人生 这边跟其他不一样 就是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它造在那个村庄里面 很多附近的居民也是住在这里 然后给我们的感觉一出门 像住在朋友家里那种感觉 因为在城市里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 然后来这边嘛 在网上听说这边比较好 然后就想先住过来看一看 又去墨干山 然后看看有啥好吃的 然后早点吃的 最近几年 在墨干山经营民宿的不光有当地人 辞职创业的城市白领 还有很多外国人 来自韩国的沈秀元和吕迎贺 由于都喜欢自行车运动 2008年到墨干山骑行时 便萌生了在这里开一家民宿的想法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的时候 参加过一个自行车俱乐部 然后当时我们经常来到墨干山骑行 然后骑三地车嘛 然后就那个是已经十年前了 然后我五年前差不多大学毕业的时候 然后就选择自己像一个做一个生意 然后就自己创业了 韩国是很小的国家嘛 比较小的国家 所以我们都住在那个城市里 开车到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过这样的山里海边 都有这样的养在了住宿的 所以我们自己感觉 墨干山也是从上海过来比较近嘛 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两家的住宿 这样的酒店的话 很厉害都能喜欢来的 他们是最早一批 在墨干山创办民宿的外国人 也可以说是受益最早的 我们第一家是休礼73号 我们当时投资了100万 里面住金是6万块钱 20年 可是现在都100万 甚至到200万的也有了 五年涨了几十倍了 浙江德青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民宿经济带动了周边景区的发展 2015年 接待旅游人次350万人 实现经济收入8亿元 其中精品民宿 接待21万人次 营业额近三个亿 政府这两年花大力气 就是西部两个乡镇 加强一个生态保护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西部的这个环境很好 一些基础设施 包括一些村庄环境 包括污水处理等等 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做这一块 环境好了 当然进来的人也多了 那这些项目的附加值也就提高了 江山上的民宿产业呢 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了 当地人都说 说我们这里呢 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资源优势啊 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这里的环境 保护这里的生态 而事实上呢 是当更多的游客进入之后呢 其实这里的人们 他们保护生态 保护环境的这种意识 变得更加的强烈了啊 所以各位 生财有道 今日知道 我想请大家再好好地思量一下 那四个字 那就是良性循环 一枚小小的生态勋章 一锅满满的健康美味 买颗生态的种子 收获绿色的希望 每个月的收益会是在150万的样子 到现在为止 我们有900来往哪 那还不错 连连地争 对 足连地增加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